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往往会听到有人说某某人太精了 指的是这个人的为人处事太过于精明 不但头脑灵活 功于心计 非常聪明 不好糊弄 而且爱占小便宜 轻易不吃亏 是个心眼挺多 心机较重的人 那么一个人如果过于精明 会怎么样呢 俗话说 聪明过了头 如果一个人太精了 好吗 其实真的不一定是件好事 有学生曾向国学大师南怀锦请教 什么样的人容易成功 南怀锦回答说 一个笨人 一个不玩手段 对人做事都非常诚恳的人 人厚到天不漆 聪明的人或许能赢一时 厚到的人才能赢一事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因果定律 为什么越精明会越吃亏 越精明越吃亏 太精的人容易吃大亏 俗话说 贪小便宜 这句话也许就是针对太精的人说的 因为这种人爱占小便宜 常常为了赢头小利而争得死去活来 结果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物 一旦经过头 聪明就是小聪明了 甚至会变成愚蠢了 有时因小失大 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岂不是吃了大亏了吗 人有千算 天有一算 太过精明算计 把时间浪费在银头小利上 只能坏了自己的境界和格局 清代举子方朝晋 冬天带着仆人进京参加会试 他特别抠门 生怕仆人多花一文钱 在仆人的伙食上惊打细算 到了京城之后 他嘱咐仆人 随便吃点咸菜就行 不要铺张浪费 仆人没办法 只能点了几份酸黄瓜 他自己却在楼上大鱼大肉 谁想到最后结账的时候 他花了十吊钱 仆人却花了四十吊钱 方局子跑去找店家算账 店家说 冬天里的瓜果蔬菜本来就少 这里又是京城 这酸黄瓜都是现烟的 一小叠黄瓜 值京城石调 相当于外省值钱一千文 比肉可贵多了 方局子只能忍痛 解囊负钱 没想到自己算计了一路 却在这里赔大发了 不仅惹得普从不快 还让围观的人看了笑话 算计莫过头 过头天必收 一个人越是算计 越容易失去 太精的人大多比较自私 由于这种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 无论是金钱等物质上的 还是名誉等精神上的 他们都想得到好处 所以是自私自利的 许多人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 就是这个原因 为此 这种人即使在家庭中也是少有幸福的 因为太精的人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们时常会只为自己着想 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严重缺乏爱心和同情心 更无半点奉献精神 所以连家庭意识都比较淡薄 北宋的李士恒出使高丽 高丽国王送他很多上好的丝绸 李士恒把东西交给富士打理 回国的时候 富士把李士恒的丝绸垫在船舱下面防水 把自己的丝绸放在上面 谁知道路上遇到风暴 为了防止沉船 随手把船舱的货物扔出了大半 风暴停下之后 人们发现扔掉的都是富士的东西 李士恒的东西还在船舱里 回国之后 富士成了大家的笑柄 最终羞愧辞职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忧人 很多时候 个人的算盘在天命之下不值一提 与其斤斤计较 把自己搞得精明事快 小家子气 不如豁达一点 把格局打开 越精明 路越窄 太精的人不会发大财 从理论上讲 精明的人应该都是能够发大财的 可是事实往往恰好相反 因为这种人常常都会得到小利之后就会满足 从而就没有了赚大利的机会 所以是发不了什么大财的 说到底 他们的境界比较低 格局也比较小 潜尝济止 小富济安 因此 他们连发大财的水平和能力都不太可能具备 是说鲜鱼里有个人叫王荣 家里钱很多 每天和夫人拿着象牙筹计算财产 但他为人却十分吝啬 他家里有棵很好的李子树 结了李子 他想拿去卖掉 又怕别人得到种子 于是把李子盒都钻破了再卖 闺女出嫁的时候 借了他几万钱 很久没还 女儿回家醒亲 王荣甩脸子给女儿看 直到女儿把钱还了 他才有了好脸色 王荣的侄子要成婚 王荣只送了一件单衣 完婚后又要了回来 当时的人都嫌他吝啬 压根没人愿意和他交朋友 虽然很有钱 但是亲儿子亲闺女对他也不亲近 所以说太精的人大多没有朋友 由于太精的人不仅心眼太多 太复杂 不愿意吃一点亏 而且还爱占别人的小便宜 时间一长就会被大家所识别 从而尽量远离这种人 因此他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少 世上没有人天生就爱吃亏 更没有人愿意当傻瓜 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交集 都应该是真诚和平等的 永远都想讨巧的人 大家就会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防范这种人的 所以人们宁愿没有朋友 也不愿意和这种过于精明的人为伍 更不想和他们打什么交道 古人总说 吃亏是福 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你对别人慷慨 别人就记着你 你对别人吝啬 别人也记着你 处处计较 处处算计 时间久了 朋友也就走光了 江州刺史魏展在巡洋时 有知交和老朋友投奔他 他不愿收留 但是碍于情面 又不变启齿 于是就送给朋友们一斤草药 亡不留行 朋友一看就知道了魏展的意思 于是都离他而去 时间久了 他再也没有朋友上门了 作家吴君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有些人精明而不聪明 他们非常懂得趋利避害 对于任何迎头小利都不会轻易放过 这类人 你很难和他讲行为的体面 合作与共赢 总是吝啬小气 精于算计的人 注定是没有朋友的 他们得意时无人分享 失意时无人帮忙 这样的人路越走越窄 最终寸步难行 精明的最高境界是浑厚 曾国藩曾说 精明虚藏在浑厚里作用 古人得祸 精明人时居其酒 未有浑厚而得祸者 今之人唯恐精明不至 所以为余也 自古以来 越是精明的人越容易招祸 但是厚道的人却几乎没有什么祸患 现代的人总怕自己不够精明 这才是最大的愚蠢 明代无锡人圣庸辞官回乡后 看到自己的邻居被人关押 他上前询问才得知 这些人都是因为欠了自家的钱还不上 圣庸心中惭愧 把他们都放了 然后叫子弟拿账簿和借据 当着众人面 全部烧掉 对众人说 对不起各位 请各位不要怪罪 请你们告知乡亲 从今后不再催要了 众人感激而散 圣庸自此在家乡以人后闻名 受到人们的敬爱 鲍鹏山老师说 精明其实是一种认知缺陷 太精明的人其实就是心智不全 什么事都算得很清楚 什么亏也不肯吃 长此以往就没有人愿意陪你玩了 学会吃亏 学会让步 一个人才能真正走向成熟 司马彪的《续汉书》里 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曹操的曾祖父 曹杰的邻居丢了一头猪 邻居就来曹杰家找猪 看着两头猪长得一样 便说这是他的猪 曹杰也不与他争辩 就把猪给了邻居 后来邻居家的猪找到了 邻居知道搞错了 连连道歉 曹杰也只笑笑 并不责怪邻居 大家都称赞曹杰 善良宽厚 他的名声很快传遍乡里 中国人常讲 广杰善缘 人心都是肉掌的 待别人三分 别人也会毁馈你三分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后道是人生最好的护身符 就像是为自己栽下的树 早晚可以为你遮风挡雨 故人说 经三分 傻三分 留下三分 给子孙 今天你给别人修桥 有一天 别人自会来帮你铺更宽的路 由此可见 做人不可以太精了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守恒的 有得者必有失 聪明过了头 就会有好事 变成为坏事了 与朋友们共勉 《时善夜报经》中提到 一切众生心想意故 造业意义 由事故有 诸去轮转 意思就是 众生因为不同的心念 所以造下不同的业果 于是才有了各班人生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一个人最高级的精明 是做的这四个字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俗话说 有便宜不占的人是傻子 简简单单一句话 切合了太多人 贪小便宜的心理 被越来越多的人 奉为人生真理 但细细想来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上天给一切免费的东西 都暗中标好了价格 眼前的便宜 可能会在日后 收取高昂的费用 总是在占便宜中沉迷的人 不是吝啬 或者小家子气 只是心中存有一份侥幸心理 他们总是为自己 占到的一丝便宜而窃喜 却不知在一次次侥幸中 丢失了自己的人品和格局 也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吃亏是福 有的时候不贪一点 赢头小利 看起来是吃亏 殊不知 这才是最大的精明 不占便宜 想占便宜的人 总会吃贪便宜的亏 想占便宜的人 往往都得不到便宜 毕竟这世间 从没有天上掉馅饼的美式 每一种 看似不需要付出的获得 都需要付出 金钱之外的东西 进行偿还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是傻子 更没有人是心甘情愿的 做赔本买卖的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 超过自己福分的所得 如果不是考验 那就是陷阱 看过一个新闻 一个老人上街遛弯 无意看到 街头一处 簇拥着很多人 自己上前发现 是一个小贩 在兜售洗碗菜刀 除了唾沫横飞 宣传质量优质 重点是 买菜刀 还送很多东西 非常划算 老人仔细算了一下 如果算上白送的奖品 远远超过了 那把菜刀的价值 于是 他决定出手了 小贩看老人心动 继续说 如果买两把菜刀 送的东西更多 而且更划算 并且直言 过了这个村 没这个店 让他赶紧下单 老人心里想着 自己这次占了便宜 赶紧付钱 买了两把菜刀 领着一袋子奖品 回家了 老人的儿女 回家一看 才发现 老人上当受骗了 菜刀根本不能 正常使用 送的那些奖品 都是街头 一元店里的便宜货 这些算下来 一点都不划算 老人一生气 病倒了 住院数日 又搭进去 不菲的医药费 想占便宜的人 有时不仅占不到便宜 反而会为占便宜 付出百倍的代价 正如马德说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喜欢 爱占便宜的人 但所有人 都喜欢爱吃亏的人 你想着吃亏的时候 就会赢得别人 人生所有占便宜的行为 其实都是在 给自己制造苦难 毕竟人的福报 是有限的 你占多别人一分便宜 就少一分福气 所以那些不占便宜的人 才能不吃亏 占便宜的人 一定吃亏 爱占便宜 从不是小事 而是没教养的体现 越有教养的人 越心甘情愿地吃亏 人总是习惯性 把金钱看得很重 重到忘了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东西 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常有人说 能拿钱解决的事 就都不叫事 确实如此 金钱不过是一种工具 目的是为了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但如果我们为了 这个工具 放弃了幸福的生活 甚至是自己的教养 那金钱的存在 就毫无意义了 曾在网上看过 这样一则故事 说有一位 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 毕业后在当地找工作 结果没有一家公司 敢要他 在一次面试中 他依旧没有被录取 就询问面试官 不被录用的原因 先生 我们并不是种族歧视 相反 我们很重视你 老实说 从工作能力上 你就是我们 所要找的人 那为什么不收 天下英才 为贵公司所用 因为我们查了 你的信用记录 发现你有三次 乘公交车逃票的记录 那也不至于 就这点小事 那么较真 不不不 先生 我们不认为 这是件小事 此事 至少证明两点 第一 你不注重规则 第二 你不值得信任 想占便宜的人 都是心中 存有一丝侥幸 每每成功一次 觉得是有福气 有运气 其实在一次次的 侥幸中穿梭 最终会让自己 受到侥幸的惩罚 无法回头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每一条规则 和法律 被制定的初衷 就是要被人遵守的 如果在这其中 还要贪些小便宜 那最终 只会因小失大 一个人的形式风格 言谈举止中 藏着的是他的教养 是一个人隐形的名片 而一个不占便宜的人 生活 从不会让他吃亏 不占便宜 就是最大的精明 人有欲望并没有错 但生而为人 最可贵的能力 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 一个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 自然能更好地 掌控自己的人生 而一个不能控制欲望的人 往往会为了达到目的 而不计后果 贪 就是每个人 与生俱来的欲望 但在无人在意的 小便宜面前 很多人的贪念 就会占了上风 在这些人的心中 占了便宜 就表示着 自己是一个精明的人 殊不知 积少成多 你眼中的迎头小利 终有一天 会毁掉自己的人生 马威都的一次采访 说到他家保姆 很有意思 保姆经常会偷偷 顺他家的东西 也不拿值钱的 今天他自家烧个饭 缺蒜 就顺一头蒜 明天可能顺两片姜 顺东西也有讲究 所有没起风的东西 通通不碰 只拿起风后的 马威都发现后 就和保姆说 你需要什么 可以直接和我说 也不贵重 我们家也用不完 没用 保姆置若罔闻 该顺的东西 照样悄悄顺走 这让马威都很是烦恼 大家都知道 他是搞文物的 保姆现在是顺小件 万一哪天 对文物有兴趣 那马老师 可就栽了大肝头 于是只好辞退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很难得 一个人占便宜的行为 虽然在自己眼中 无伤大雅 但在别人眼中 却是一种 不值得被信任的表现 毕竟老话说 小石偷针 大石偷金 所有的陋习 非一日两日形成 而是日积月累 不思改进 酿成的 爱贪小便宜的人 随着经年积攒 亦会变成大贪 巨贪 最后害人害己 危害社会 世间因果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从来都不会贪占 别人的便宜 因为他知道 将来会因为 眼前所占的便宜 付出更可怕的代价 所以人的眼光 还是要长久一点 不要因为占便宜 被眼前的迎头小利 蒙蔽了双眼 不占便宜 才是真正的精明 精明过了头 就是傻子 有一句话说得好 人生在世 如长河入海 决定胜负的 从来都不是 一观一语的得失 和一时一地的盈亏 而是百川俱来的红士 这个世界里 有百分之一的人 是能抓住时机 吃小亏而占大便宜 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是占小便宜吃大亏 所以聪明的人 从来不会抗拒吃亏 更不会放纵自己 去贪便宜 因为他们知道 眼前的小便宜 将来需要付出 更可怕的代价 宽厚 好人品 才是人间正道 愿我们不要目之所及 皆是个人得失 做个抬头看风景的聪明人 心宽 路自然更宽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